大家好我是TYC館長 今天帶大家開一下一個不是遊戲機 但是呢非常值得一輩子來一次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韓畢樓的Villa 那我們這次呢住的是 這邊的Villa 大家來看看 它叫做竹園 你看這個門非常大 我們這邊有感應卡 我們只要感應一下 很重喔 往前飛 我們就進去這邊 映入遠鄰的就是我們的竹子 但是你們看一下 前面我們就是有這個私人的游泳池 那這邊是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晚上可以坐在這邊泡茶的 出來的和室 那我們先來這邊看一下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門口的這個 這也是一個蠻可愛的圖案喔 很像來到清朝時期的這種 據說這以前真的是 這是那個 總統的那個度假行館喔 那我們 可以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盒子 那這邊也有一個戶外的沙發區 那這邊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泡茶聊天 好那上面還有這個 這個蓮花 這是活的蓮花 好那這邊就 大概就 我們的小 歐院大概就到這邊啦 非常大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房子裡面 好我們自己家的門長這麼大 很像那種 很像那種 私人招待所的感覺 都是自己家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這個開關 它這個室內開關 是晚上的時候可以為我們的庭院做點燈的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的住家 看一下 看一下 好這就是我們室內的客廳 好那客廳大概是有客房嗎 就是 它這邊有這個爐火 它這個爐火是 上面是蒸的石頭 好那下面的話就是可以 點燃這個 這個爐火 因為我們今天天氣蠻溫暖的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不點 會很熱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的 睡覺主播的地方 那這邊一樣會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茶雞區 然後也可以坐在這邊看書啊 好休息啊 喝茶 非常的舒服舒適 好那這邊的話也有這個電視 這電視的話 基本上 坐在這邊看電視也可以 那上面有 會寫我們的營兵的這個 那個今天入住主人的姓名 好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拿床上的話 好 就可以拉出來 好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坐在床上 看電視 好 所以這個是 非常貼心的 那 坐在這邊呢 如果你晚上想要看電影的話呢 這邊有提供DVD 也可以到隔壁的那個圖書館 去接這個DVD來看 晚上的話就可以一起看電影 好享受發燃的食物 那這邊的話有 它就用咪咪吧 那咪咪吧的話 裡面的飲料當然是要淺的 那水是不用淺的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自己來喝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一定要就是該有的這個 像是 日韓牛奶的泥湯茶 日韓紅茶 卡拉丁等等都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浴缸 哇 非常大的這個洗澡空間 這個浴缸的空間 比我們的房間還大間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它就是洗澡的 男女主人各有一個位置 都不會吵架 這邊呢 我們這個 臉盆頭可以拉起來做使用 有點來到很像日本的感覺 也就是日本住宅分店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下起車衣 可以這邊泡澡 我們這個就是 洗臉盆的地方呢 也是有兩個 也像高級五星級飯店一樣 或是自己五星級住家 一樣的都有男女主人客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 上廁所的地方 也是我們可以打開 家裡有椅子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更衣室 更衣室也是非常大 這麼大都是更衣室 這邊是可以打開的 看一下 好 那 這裡呢 就是有我們的這個 書裝牌 這邊有庫克牌 也是可以拿去使用的 好 那 以上就是我們的更衣室 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韓比樓的 竹園 的VILA開箱介紹 你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鈴鐺 謝謝大家喔